当北方人第一次在南方点菜 猪手啊 猪手 咱们猪手更多 你让我现在就去啊 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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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真冷 是啊 你说中午那同学聚会啊 你俩 你俩 你俩怎么在这呢 我都搁那儿找你俩半天了 那啥今天中午聚会 到底去不去呢 同学聚会 那必须得去啊 那赶紧走呗 走吧 咋去啊 要不开我车吧 我新买辆车 人称陆地小钢炮 小钢炮啊 啥车呀 破口啊 破口啊 你那是啥破车呢 真是的 我都不喜欢坐 那啥 开我的宝马车走吧 那我老公前两天 刚给我新买的车 宝马啊 宝马行啊 在哪儿呢 就在那儿呢 走吧 哎呀 慢点 这 不就一个破跑马吗 天啊 有那么激动吗 哎呀哎呀呀呀呀 那二瓶 你不骑你以前的那小摩托车了呀 那就两个轮子了呢 那下雨刮风 你还是骑那个那小破车呢 就那小店驴我早扔了 哥现在换新车了知道不 既然没见过什么叫做陆地大霸王 就你那陆地小钢炮跟你那破宝马 那都不值一提 啥车呢你买的 在哪儿呢 我看看 你瞪我这儿啊 我去给你们开过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Ferm原ーチ 当南方老公开始說而话音 我用下你电脑呗 干啥呀 你 我在晚上买点东西 不行我电脑真乞笋 啦 我喜欢 香蕾了 哈哈哈哈 格纳馅在买你这天啊老师 哈哈哈哈 小小妈 我跟你说 不要不要在网上买东西 那网上馅儿紧牢多的 那网上馅儿紧牢多的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看什么馅儿的紧啊 哈哈哈哈 哪有馅儿呢这 哪有呀这 韭菜鸡蛋馅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买点儿东西呗 不行我上来 别家 别家 你不然怎么坏儿呢 哈哈哈哈哈哈 当东北人遇到这样的四川老公时 看我这一身衣服好看吗 好看 哎 好久卖点哦 好多钱 没多少钱 我就在刚才买的 啊 太多了 哈哈哈哈 我是说 好久买了 好多钱 你没完没了是吧 我就搁刚才买的 没多少钱 哈哈哈哈 我在地产生买的 加起来都没几毛钱 哈哈哈 哎呀没完没了了真是 哎呀没完没了了真是 是吧 我说让你修修修修 你就不听我话 你跟这又坏道帮路了 这咋修的 砸死我们的对吧 听好听 一会就修好了 那你赶紧修呀 找你有事呢 半斤 这这这这修车的地方都没有 去哪里修呀对吧 我也不会修啊你这个 那咋办呢我 这这修车的也不远 看就二点地 要不拉一下子 咋拉的 你马来气死我 拿什么都拉起来 拿死一根我一根 没有什么 哈哈哈哈 你能让他弄他吗那么大 在哪里 扒黑上海 哈哈哈哈 一两只拉就走了 别再有下一次了 听到了没 能丢人呢这 我先来 一二 走 点车 哎呀哎呀 哈哈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你们干嘛呀 拿大车呀 咱们村 数你俩丢啊 这也能拉动 你俩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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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大车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啊 太厉害了吧 这也能拉动 这也能拉动 无敌是多么 哈哈哈哈 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 多么 多么 相當衣 都空虚 如此在鼎风中 hilarious 金金 金金 你快看看 这 怎么回事啊 我我没刷呀 我也没买东西啊 最近 你看这一万九千八呢 这这个卡一直就在你手里拿着 那不是你买的是谁买的 我真没买 不是都到这个节骨眼了 你如果买了什么你就拿出来 我看看值不值这个 我我真没买 哎呀 你那张卡不会被倒刷了吧 不可能呀 这卡一直都是你拿着呀 最近这个倒刷信息可厉害了 不能够吧 我觉得应该是给倒刷了 那啥老公 赶紧 咋办 哎呀我想 报警 那我打电话 你不用打电话 你把信息给我发过来 我直接到派中所 我先报警去啊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就搁家等我的 等我的消息啊 那行 那我等你的啊 等我啊 人工想小心点 这这样一万九千八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这怎么呢 就知道这个万剧情 肯定不干好事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看 哈姨啊 也太客气了 啊 这是自己家做的给你们尝尝 嗯 那啥 垒哥这就是我妹 然后他也挺中业 老二的 然后过来说一下 这是好事啊 既然两个年前很深重的 那就棒喜事吧 棒喜事可以 但是我就是想再具体问一下 说 你家现在是什么条件呢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呀 在这个村那是想当当的 不说首富 那就是第二个 有连百之几 连百条鱼 还有一头重重 怎么样 那还行啊 我也觉得老二人挺好的 长得也挺帅的 妹啥妹 你觉得老二怎么样呢 挺好的 姐姐给我清楚吧 好 你对他们没什么呀 全是你哥哥分出 那行了 那我就说一下老二要是想取我家妹妹的需要的彩礼啊 需要五百条鱼 五百 五百只鸡啊 另外呢 还要两头猪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嫁到你家了 你就可以嫁到你家了 反正你家 你俗话说的 好事 这二 咱也挺结恋的 不行 我妹妹要是嫁到你家 必须是这个条件 要不然我妹妹不嫁 我也不行 那长一只条鱼 长一只鸡 我也不让我弟弟 娶你妹妹 行 啊 你出息一下 你俩自己杀了 反正我妹妹就是没有两头猪股家 快走 东西拿上 你吃饭 哎哎 什么人 这是 哥不就是五百条鱼 五百只鸡嘛 你把你准备结婚的那一份鱼 你给我咱们再稍微借着 不就 凑齐了呗 老二 不是说说 他要五百只鸡 五百条鱼 那可以给他 关键是他要加一头猪呀 啊 你知道吗 这现在猪价什么价格呀 咱们家还欠债 要多给他一头猪 日财日财过不 我妈 我一会看到的妹妹 你给我想办法 对 实在不行 咱家那只种猪 可怕 被他吓得一杯